正夯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往游玩 不過台北市一家專門辦韓國團的知名旅行社 裡面一名郭姓主管兩年内迟到了快100次 遭到李姓老闆解雇 告上法院还打赢官司 我们其中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吧 我们还很害怕那个女主管 员工口中很可怕的郭姓主管民国99年受雇 李姓负责人认为他三年来表现良好 加薪到9万多块 但102年4月却突然解雇他 理由是郭姓主管工作第二年就迟到54次 第三年是43次非常惊人 不过二省法官认为他每次只迟到5至15分钟 不算严重 而且公司知情却一直不处罚 直接解雇要赔333万 即便他是违反劳动规则情节重大了 那他也必须雇主先采取一个建计式的手段 雇主在最后才能用解雇的手段 老板出如其来解雇员工跟女主管的迟到情况都是问题 为了避免纠纷还是准时上班比较保险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